首先我要感謝在921的時候 我是埔里這邊災區的好媽媽 現在我在這邊謝謝很多所有 在921紅人國中那邊的帳篷 認識我的所有的義工 我趁今天這所有的機會 感恩你們我們的埔里鎮大自然社區的重建 因為有這個因緣關係 我本身有發怨 如果說我們921能夠得到政府的災後重建 我就看到求人就幫 所以我本人行善是毫無目的 我只是想說既然發了怨就盡量能做 能做就盡量做 能夠看到的做得到的都做 首先我要先自我介紹 我先生在埔里分局 那因為那時候一地震 我就被放在大馬路旁邊 然後我看到很多人他們都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不曉得說要怎麼做 不曉得怎麼樣幫助自己 所以我就開始把那邊 剛好我的帳篷在 埔里鎮紅人國中的帳篷區 在原住民的部分 我的帳篷是我隔壁鄰居 幫我搭起來的 那他是說在這邊 他是原住民 他才能照顧到我 因為我先生是警察 一地震他就去 去島的分局去救槍 所以我只能靠原住民的接機 那現在就是 我那時候我看到的是原住民的無助 我就開始就幫他們 調度物資 然後那個時候 有菜培會 我就幫忙他們 幫忙他們 世界掌握會 能夠跟台北新電行道會去目離 然後接下來資源非常的多 還有 還有桃園的搜救總隊 他們都發費他們的物資來支援我們 後來我們就是從921的時候就延續 那組合屋蓋好了 幾個月很快組合屋蓋好了以後 我們就到了組合屋 我就提一個計劃 因為我看到很多小孩子 因為大人的茫然 因為對未來不可知 因為那時候還陸續有地震 所以我就希望說 大災戶的受災戶的大專生 能夠來帶領受災戶的家庭的 我的孩子 能夠讓他們 方子倒了 可是他們不能沒有未來 我就寫了這個計劃 我就請社工陳真義寫了這份計劃 我倒錯丟 我希望這個計劃是大家一起做 我甚至於第一個月 我就是自己拿薪水 還有我一貫到的朋友 拿我先生當警察薪水 來把這個921的那個組合屋裡面的 課業輔導把它辦起來 我帶第一個月 然後我請親服會的主委來 我們報計劃給親服會 然後希望親服會 還有佛光會 所有災區的 大家一起動起來 讓災區 雖然暫時看不到未來 但是我們的孩子 是我們唯一的希望 所以我們很高興 謝謝那個時候 所有的大專生 陽明醫學院的學生 還有很多的慈善團體 最早是台北佳營愛心協會 現在先謝謝台北佳營愛心協會 所有的就是會員的支持 讓我們一直能夠把這個愛延續下來 還有台北傳越愛心協會 何秋蘭 何時姐 還有台北的長生學 長生學 所有的會員 非常感謝您 從921之後 還有土石流的階段 都一直持續的第一現場的援助 還有我們台灣一貫道 所有的會員 基礎中術 發醫從得 謝謝你們 我是好太太 我現在除了感謝以外 就是感謝 我希望說 所有的人 能夠把這個愛心的行為 能夠發揮出來 我只是一個小小的家庭主婦 我既然可以做到這一些 大家都 人力都比我好 那感謝大家 以後有機會的話 能夠見到弱勢 我們就去幫助 這個社會會更相和 好謝謝 謝謝你